中午美军两艘海军驱逐舰突然向叙利亚发动了攻击 瞄准叙利亚的机库和飞机共发射59枚战斧导弹 叙利亚政府控制的空军基地 包括飞机和跑道在内的基础设施 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大家好 今天是4月7日 星期五 我是维珍 欢迎回到星期的新闻回顾 据预算 此次袭击美军至少烧光了1亿美元 作为一个从来都不吃亏的商业头脑精明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耗费如此巨大 究竟有什么阴谋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此次空袭发表讲话称 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军事打击 旨在回应近日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 如果没有利益可图 特朗普绝对不会去做 那么特朗普下令打击叙利亚究竟为何 接下来我们从经济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分析 美国人见证了战争 曾经多次拯救了美国经济 1929年10月29日 华尔街股市崩盘 美国经济大萧条正式拉开了序幕 史称大危机 当人们陷入绝望之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令当时人们没有想到的是 到二战结束时 美国的经济奇迹般的复苏了 二战后 美国为了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或者为了刺激经济从萧条走向复苏和繁荣 屡屡发动战争 以此延续着美帝国的生命力 朝鲜战争大量的军火需求大大刺激了美国经济 国民经济增长了20% 5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繁荣 朝鲜战争是巨大的推动力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受巨大的政治失败 然而恰恰是越南战争期间 美国的经济出现战后持续实践最长的连续增长 美国经济在经历了1979年至1982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后 实现了持续8年的增长 美国经济从1990年秋季开始再次陷入一次新的周期性危机 这时候海湾战争爆发了 以美国为舍的多国部队于1991年1月17日至2月28日 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海湾战争后的1992年 美国经济增长率高达3% 不仅结束了经济低迷的状态 而且成为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的开端 历次的战争都能刺激美国经济 让美国经济重新增长 正是因为如此 特朗普以时为鉴获得起敌 想要再次复制历史 特朗普在他的就职演讲上高调宣称 要改变美国的命运 让美国再次伟大 并承诺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 减少税收 放松监管等措施 支撑经济 美好的承诺留给了市场 市场也在特朗普上任初期 欢呼雀跃 这激发了所谓的特朗普行情 但是特朗普上任后 已经近三个月 种种迹象表明 他对市场所做出的承诺 都可能难以实现 一改失败 建造边境墙 禁墓令 等让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了最低点 特朗普必须改变 他迫切希望转移国内的矛盾 如何转移矛盾呢 精明的特朗普发现 战争是解决矛盾的最好手段 以上就是今天的经文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 前面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